美媒披露美军拥有大批虚假网络账号 通过传播相似内容 制造话题热度等手段 发动政治宣传和造谣行动 针对中俄等国 外交部表示 美国散布的形形色色的虚假信息 必将如同美国霸权一样 遭到世人的唾弃 他说每一个字节就是一颗子弹 每一个程序就是program 就是一个炸药包 那大程序那就是原子弹 在自己的各种作战文件 包括军方文件当中 明确地把中国俄罗斯 作为美军的作战对象 利用这些虚假账号 来进行深度的虚假信息散布 这样的话就能等于是 几何数级地提高了 心理攻击的效率和能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 向斯诺登授予本国国籍 美方一测他将参与俄乌冲突 俄方称在有关核武器问题上 俄罗斯与美国可保持 零星接触 选择这个时机说 我授予你斯诺登俄罗斯国籍 这是一个信号 既是矛盾升级的信号 也是下个美俄围绕网络 博弈加剧的一个信号 在北约东扩的背景之下 美国方面不断地去跟 比如说东欧的一些国家 甚至可能跟北欧的一些国家 谈是不是有可能去部署核弹头 在你们的土地上 所以俄罗斯方面我们讲 不惜以核武器对核武器 那么你如果部署的话 那当然我要有这种 很强硬的姿态来进行反应 美媒炒作 美海岸警卫队紧盯中俄舰艇编队 美军接军演 向拉脱维亚 部署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美军近期一系列操作 是何目的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近日美方对我高校 进行网络攻击仪式 有了新的进展 与此同时 美军利用大批 虚假网络账号 对中俄等国进行信息战的行径 遭到了披露 具体内容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 近日报道 有社交媒体公司发现 并关停了大量虚假账号 引起舆论华人的是 这些虚假账号被怀疑 由美国军方管理运营 用来实施秘密信息战 有知情官员称 美国中央司令部 就是涉嫌运营虚假账号 并面临审查的机构之一 据悉 有些账号从今年夏天开始 力推反俄文章 并警告称 俄乌冲突将对中亚国家 产生直接影响 美国在社交媒体上 搭建了针对中国 俄罗斯 伊朗等国的巨大宣传网 通过设立虚假账户 传播相似内容 制造话题热度等手段 发动政治宣传和造谣行动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6号指出 也许美方一些人认为 只要散布足够多的谣言 就可以赢得信息战 然而世界人民的眼睛 是血亮的 无论是伊拉克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叙利亚白头盔 还是中国新疆种族灭绝 都注定成为 美国信誉破产的标志 美国散布的 形形色色的虚假信息 正被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人所识破 也必将如同美国霸权一样 遭到世人的唾弃 另据《环球时报》 27号报道称 关于美国网络攻击 西北工业大学一事的 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进一步揭露了 此次网络攻击的目的 通过渗透控制 中国基础设施核心设备 窃取中国用户隐私数据 入侵过程中 还查询一批 中国境内敏感身份人员 并将用户信息打包加密后 经多级跳板 回传至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 9月份相关部门调查显示 针对西北工业大学的 网络攻击 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 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 而中国国家计算机 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和360公司 全程参与了此案的技术分析 发现了攻击实施者的身份线索 并成功查明了13名攻击者的真实身份 美军建立大批网络虚假账号 并打造宣传网 此局具有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好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杨先生 我们看到美媒近日披露说 有大批的虚假网络账号被关闭 那我们了解到呢 这是美国军方利用 大批的虚假网络账号 对中俄等国进行的信息战 美方的目的是什么呢 现在泛滥成灾的虚假账号 都谁来干的呢 说看来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个人 一部分是政府 那么就包括军方 那么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美国最大的 这一个社交网络平台之一 它的这个虚假账号问题 已经成了这个 他认为你这个平台没有价值了 因为假的东西太多 至少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军方在这里面起到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作用 在自己的这个各种作战文件 包括军方文件当中 明确地把中国俄罗斯 作为这个美军的作战对象 那么作战对象呢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那么网络攻击 网络防御 自然成了这个战场上的 一个重要的方面 他说每一个字节啊 就是一颗子弹 每一个程序就是program 不然就是一个炸药包 那大程序那就是原子弹 现在利用这个社交媒体 来制造虚假账号 利用虚假账号 制造虚假信息 甚至已经发展到什么呢 叫深度虚假信息 就是他们讲叫deep fake 那么所以美国现在一方面呢 在创造大量的虚假账号 其实这是个工具 不是目的 目的是利用这些虚假账号 来进行深度的虚假信息散布 这样的话就能等于是 这个几何数级的提高了 这个心理攻击的 这个效率和能力 而那么当把中国跟俄罗斯 已经定为这个主要作战对象的时候 那么这个所谓心理攻击 包括依托这个虚假账号 进行这个深度虚假信息的 心理攻击呢 就自然成了这个美军不仅是 努力开发和利用的一个方向 而且一定是现在是 努力构建和使用的一个方向 那么现在根据知情官员称 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 正是涉嫌运营这些 虚假账号的机构之一 那您觉得美国编制的这张 虚假宣传网具有怎样的危险性呢 美国中央司令部呢 在佛罗里达的坦帕 麦克迪尔空气机器 它有自己叫联合网络中心DCC 那么在联合网络中心里面呢 实际上会有它中央司令部下属 当然同时也是美国网络战司令部下属的 这个所谓网络任务部队 那么美国的网络战司令部呢 从2018年开始 在美国全球的各个的 这个相关的区域呢 一共是有133个网络任务部队 这种虚假账号的运营呢 很有可能是来自于 它的这个网络支持的相关的团队 那么这些团队 我们说因为它一方面是 隶属于美国中央司令部 那么另外一方面 它又隶属于美国网络司令部 所以实际上它的指挥员呢 叫做特定军种联合作战部队 或者叫联合行动部队 网络空间协调员 2010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国内 其实就已经爆出一个丑闻 当时恰恰是美国中央司令部 它就像当时这个加利福尼亚的 无畏网络公司 那么提了一系列的研制要求 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要求无畏网络公司设计一种软件 能够让每一个用户控制10个账号 要能够经得住你对它进行的技术背景 包括我们说国别背景这种分析 而且美国中央司令部 当时所下的任务的清单里面 明确地要求有IP的掩护能力 当时的理由所谓应对反恐任务 是为了打击那些恐怖主义 在网络上面的影响力 但是美国的媒体就发现 美国中央司令部 当时搞了一个行动叫认真之声 这个认真之声说白了就是压制 那些对美国中央司令部 不利的网络上的讯息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 所谓的虚假账号 一概称之为巨魔部队 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 当时其实给自己的这个 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袜子木偶 这样的能力提供了什么呢 提供了强大的否认的可能 就是美国中央司令部 可以通过这种IP伪装的方式 来否认是自己运营了 这种相关的账号 一方面它是掌握了 去对这个所谓美国的潜在的一些对手 进行网络上抹黑的能力 更重要的 其实美国国内的媒体也认为 就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好 甚至美国整个军队也好 如果有大量的这种能力 我们说它有133个网络任务部队 如果在全球各地 都运营大量的虚假账号的话 那么美国军队 完全可以通过虚假账号 来对自己的名声 甚至我们说去影响 美国国内的政治 所以这个其实才是为什么 包括Facebook 包括推特这样的 这个所谓社交媒体平台 都要出来对相关账号 进行处理的原因 那继续请要白先生 我们关注到近日 美国对我高校发起网络攻击一事 又有了最新的进展 那我们了解到它是通过渗透控制 中国基础设施的设备 然后把这些收集到的数据 以及人员的信息 再重新发回到 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 那么从这个过程到结果来看 您觉得具有怎样的危险性 又能看出什么端倪呢 那么由此可怜 就是美国的 无论是国家安全局也好 还是美国的整个的 网络战体系也好 它是有一套完整的 这个作战的流程 它有武器级的这种 我们可以称之为武器装备 当然在网上 它们完全是用软件类的 它其实在全球各地 掌握了大量的IP 和很多的基础设施的控制权 那么这一次 我觉得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所谓得到多助 我们在进行相关的调查的过程中 其实也得到了 欧洲和东南亚的 很多朋友的帮助 因为我们说 我们也发现了 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控制之下的 这种基础网络 可能在全球超过80个国家 它都进行过大量的网络攻击 而且掌握了很多的 这种网络的基础设施的控制权 那么现在来看 我们基本上是掌握了 它的这个 就是攻击的相关的流程 而且其实我们也从很多细节里面 可以明确地把它跟美国 去进行一种对接 刚才我们讲了 无论是从IP 还是从它的这个攻击手段 尤其是这种攻击武器的 一些代码的特点 甚至我们说 这些攻击人员的作息时间 都是完全是符合 美国国家安全局之前 进行网络攻击的 这种整个的流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我们可以视之为 这个美国国家安全局 进行了攻击 那么我们那进行了反制 而且进行了调查 那么这实际上 我们可以视之为一次攻防 当然这次攻防里面 我们应该来说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果 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就是应该来讲 很多的基础设施 网络的这种安全系数 包括我们说很多的 我们这种 甚至处于一些核心位置的 这个网络使用人员的 这个安全的意识 其实还是有待于提高 那么下一步 可能我们要更多地去 把这一次在攻击 和最后我们说反制中 所暴露出的一些漏洞 进行一个弥补 但是总的来讲 我觉得这一次 我们进行的这种反述和调查 也体现了我们在网络防御方面 有了很强的水平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 收予斯诺登俄罗斯国籍 同时俄方称 美俄在核武器问题上 保持着零星接触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26号签署命令 收予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 爱德华斯诺登俄罗斯国籍 相应文件已发布在 法律信息门户网站上 对此美国务院发言人 普莱斯回应说 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 斯诺登先生应该返回美国 他应该像任何其他 美国公民一样面对审判 并宣称或许唯一改变的是 由于他的俄罗斯公民身份 显然现在他很可能被征召参加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不过斯诺登的律师已表明 他并不在部分动人的范围内 2013年斯诺登通过媒体 揭露美国政府广泛监听 国内外电话 并监视互联网通信内容 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 美国政府随后以间谍罪 盗窃罪和未经授权 泄露国防及情报信息的罪名 对斯诺登发出通缉 此后斯诺登或俄罗斯避难许可 在俄居住多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还签署总统令 揭出了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 齐若夫的职务 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 克里姆林宫表示 在有关核武器问题上 俄罗斯与美国保持零星接触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表示 俄罗斯未停止同美国的对话 其中包括核问题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威杰夫称 必要是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 他表示俄方会严格按照俄罗斯 在核威慑领域的政策基础 采取行动 还称俄罗斯会采取一切措施 防止有敌意的邻国出现核武器 比如乌克兰 俄总统普京为何此时 授予斯诺登俄罗斯国籍 俄方与美国在核武器问题上 保持零星接触的表态 传递怎样的信号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请教白先生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为什么此时要授予斯诺登俄罗斯国籍呢 在美俄现在围绕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面 不断地有这种博弈 尤其是舆论战的过程之中 斯诺登作为一个 从美国的相关的系统中 那么可以说是作为这个身侯也好 作为这个爆料者也好 那么最后呢 无奈地从美国这个撤出的 这么一个人员呢 他其实 他每一次在国际媒体上的这种曝光 都会让大家想起像棱静门这样 美国对整个世界的监听 那么其实是有利于 对美国和美国这些盟友 包括我们说美国跟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这种 我们说可以说是人为的制造这种矛盾 或者说是至少让大家想起美国对 包括像德国呀 像比利时呀 这些他的盟友的这种监听行动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对于俄罗斯来讲 斯诺登它是从美国相关系统出来的 那么其实很多的一些信息 那么完全可以通过斯诺登的口 那么来发布出来 这样呢 既可以有效地去保护 掩护俄罗斯自己真正在美国内部的 这种信息来源 同时呢 相关的信息由斯诺登来进行发布的话 也会获得很高的这种曝光度和可信度 所以我觉得呢 对于斯诺登来说呢 未来很有可能 他还会在这个美俄围绕 比如监听啊 包括我们说切密和反切密 这种相关的博弈里面呢 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 谢谢啊 杨先生 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近日还签署了总统令啊 是解除了俄罗斯 常驻欧盟代表齐若夫的职务 此时出现这样的变动 是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这个是实际上最近俄罗斯出现 一系列的动作的组合拳当中的一拳 那么你现在看所有组合拳当中 从这个四周公投到部分动员令 到这个这是大的 小的嘛具体到这个选择斯诺登 然后再加上解除这个 这一系列的动作呢 领域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但是指向都是一个 就是俄罗斯越来越强硬 俄罗斯呢这个在俄乌冲突 处在这个延长和困难阶段的时候 它对美对抗的这个姿态 也越来越强 你比如说包括那个 核战争的这种言论 包括这个一系列的这个 也各种言论吧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驻欧盟代表 并不能完全地反映出 当前俄罗斯对欧外交的意图和政策 因为你不够强硬 那么你不符合这个俄罗斯 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意图 所以把你解除了 这个解除本身呢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俄欧之间政治妥协 不可能了 同样道理 那么你这个整个西方集团的领头 像美国俄美之间政治妥协 也不可能了 这是整个各个动作 包括你说的这个解除职务 这个呢 是整个一套组合拳发出来的信号 就是要以更强硬的姿态 更强硬的措施 来对抗西方和美 特别是美国的这个 对俄罗斯的强硬措施 那白先生 我们关注到俄方近日称呢 俄美在这个核问题上 还保持着零星接触 但是我们又听到 梅德威杰夫表示说 俄方有权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 那这些表态都释放了哪些信号 俄方现在实际上主要提到的就是 他质疑或者说担心 那么那些跟俄罗斯有敌意的国土上面 出现核武器 那么这条实际上指的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现在核不扩散条约 这个其实第一和第二条 严格的禁止对核武器 无论是直接控制还是间接控制 转让和接受 那么整个世界 其实确实是有国家在违反的那件事情 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在北约体系下 有所谓核共享政策 那么这个核共享政策呢 是在北约的欧洲的五个 所谓的盟国 土耳其 德国 荷兰 比利时和意大利 大概可能到去年为止 大家调查大概是部署了 100枚核弹头 都是空射的核弹头 那么这种核弹头的部署本身 实际上我们说 确实是在违反核武扩散条约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在北约东扩的背景之下 美国方面不断地去跟 比如说东欧的一些国家 甚至可能跟北欧的一些国家谈 是不是有可能去部署核弹头 在你们的土地上 那么也就是说 它在北约的核共享这种 真正意义上破坏核不扩散条约的基础上 它可能还要再进一步 更把更多的核弹头 放到了俄罗斯的这种边境 或者在俄罗斯的附近 那么这种压力 对俄罗斯来讲是巨大的 所以俄罗斯方面 我们讲不惜以核武器对核武器 那么你如果部署的话 那当然我要有这种很强硬的姿态 来进行反应 美媒炒作美国海岸警卫队紧盯中俄舰艇编队 同时美国国防部近期采购大批先进导弹 我们来看短片 据美国星条起报26号炒作称 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日在白令海域拍摄到中国军舰 宣称海岸警卫队金博尔号船员在巡逻中 发现三艘中国军舰和四艘俄罗斯军舰 组成的所谓联合水面作战编队 并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行驶 同报还称 美海岸警卫队对中俄军舰编队进行了持续监视 另一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6号称 美陆军欧洲和非洲司令部发布消息 在北约框架下举行的国家战备测试2022演习期间 美国将在拉脱维亚部署两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目的是北约东翼部队展示快速部署武器的能力 消息指出海马斯系统和10名军事人员 将同时部署在拉脱维亚境内的两个地方 为此会动用两架C130运输机 美媒近日为何对中俄舰艇编队进行炒作 防务新观察继续为您解读 好 请教杨先生 我们看到美媒炒作说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在白令海峡 把紧盯中俄舰艇编队的动向 还称进入了美国的专属经济区内 这一炒作是何用意 首先要是炒作中俄舰艇编队 进入美国专属经济区 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炒作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 美国专属经济区 具体说就是专属经济区的构成有三步 第一步就是有国际法 这个是有了 第一步是有了 因为第三次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 有专属经济区 但这不够 第二呢就是这个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凡是想设立自己国家 专属经济区的 你得先在国内批准这个海洋法公约 但是美国呢就是不批 这就第二步就去了 第三步是什么呢 根据这个国家批准了海洋法公约 更重要的是不是有专属经济区呢 就是你批准了海洋法公约之后 然后再根据海洋法公约的那个条款 专门国内立法 然后再宣布 根据美国什么什么法律 东京这个西京多少 北北多少 到西京多少北北多少 这一片就是这个专属经济区 就是这三步 这三步里边我们看 光国际上有个公约有了 后边那两步就针对美国 美国想要建专属经济区 它该走的那两步 它自己应该走的那两步 一步都没有走 它不批函法公约的一个重要理由 就是不应该搞专属经济区 所以说这个炒作本身呢 如果不是无知 那就是别有用心 第二呢就是说 那个白领海那个地区呢 它是个国际公海 哪个国家舰队在那走 这个都可以 然后呢你也在那去监视 那也可以 因为啥人家是随便走的地方 这个就不是新闻 然后现在美国人专门拿出来 炒作这个新闻呢 目的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说在当前俄乌冲突背景下 拿着一个连美国人自己 都不承认有的专属经济区来炒作 而且把这个中俄编队 给炒到一起来大肆炒作呢 无外乎就是想呢 这个搞集团化 就是这个制造集团化的这个气氛 政治气氛 意思就是说 中俄海军已经威胁到 美国国家安全了 它自己都没跟着画专属经济区 然后你说这是进入这个专属经济区了 这种炒作本身呢 我说不是无知 就是比有用心 第一塑造集团化对抗的气氛 第二呢 渲染中俄已经对美国构成了海上威胁 这就这两个目的 那接下来请教白先生 美国呢 为什么要在北约组织的 这个国家战备测试2022演习期间 在拉脱维亚部署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呢 就是这个海马斯装在MC-130J运输机上面 投到机场 15分钟之内完成部署 完成发射 然后在15分钟之内装上飞机带飞走 那么这种相关的行动本身 我们说实际上呢 从这个军事角来讲 第一 海马斯本身是高机动的火箭炮 那么它通过空运的方式 能够获得一种洲际部署的能力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说就是美军在拉脱维亚的机场也好 在其他的波罗的海三国机场 乃至在北约的这个各个机场 它都能够验证一种 快速的部署打击平台的 这样一种能力 那么这个打击平台 我们说它的覆盖范围 实际上300公里 甚至未来随着这个深度打击导弹 PISM装备之后 它可能会到500公里 就变成一个中导的发射平台了 那么这个对于周边的区域的 这种威胁是很大的 第二呢就是 其实拉脱维亚也好 包括我们说爱沙尼亚也好 在今年7月份 都向美国方面提出 要花数亿美元去购买海马斯 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 到莫斯科的距离 大概868公里 那么这个拉脱维亚的这个里加 到莫斯科的距离 大概844公里 那么从这些国家的边境 都可以直接用 这个我们说比如500公里导弹 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那么如果说这些国家 装备了相关导弹的话 那么他们都有可能 会对俄罗斯造成 我们说这种相当的 这种战略上水平的威胁 那么当然我们说 这种威胁本身 我们刚才讲了 它的射程 无论是现在的300公里 还是未来的500公里 其实这些国家本身 它都没有能力 对150公里以外的目标 进行有效的跟踪监视 它都可能提不出相关的坐标 所以它的打击坐标 只能有北约方面 说白了就是由美国来控制 那么如果说这些国家 真正装备了相关的 这个海马斯的话 那么等于美国在这些国家 配备了很多平台 同时又不用负担相关的责任 因为我们说打完了之后 美国人说我坐标给错了 物击 那么这些国家 我们讲当然不能说是有问题 那最后其实最后 等于就是美国 在控制这些国家的平台 来进行作战 所以其实我觉得 美国的这种部署本身 当然会使得 它在波罗的海三国区域 对无论是加里宁格勒 还是甚至我们说 对俄罗斯本土 有一个更好的这种威胁 打击的这么一种机会 但是对于整个地缘政治环境 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乃至于对整个世界的这种发展 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